民進黨總統初選蔡賴之爭 現在羅生門越來越多 即一場協調會有不同版本之後呢 對於3月16號之前 賴清德要登記參選之前 蔡英文總統到底有沒有問過他選不選 現在也變成羅生門了 賴清德參選被媲美成性 他上廣播節目還原事情經過 3月8號那個晚上 當天總統沒有問過我 要不要選總統 所以在外面這樣傳的 不管是網路或是私底下 就講這個都是謊話 到底是總統說謊 或者是他的幕僚說謊 這我不知道 很多人的感覺都是意外 那你不能說 這些人的感覺都是錯誤的 我說清德 2020這一局 我們兩個最關鍵 如果你將來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先坐下來談 他的回答是說 等316選舉不再說 誰說謊各說各話 才來護工火花越來越猛 民調上也出現變化 根據蘋果日報 賴清德三個月來 民調趨緩落在30.7% 總統穩定起伏 最新支持度是24.9% 賴清德還是領先 蔡英文5.8個百分點 似乎同婚法過關 對總統媒明顯加分 民眾也開始感受到我們這三年來的努力 那民調是持續的在往上提升 總統不怕 但智障不只跟自家人比 還有藍營強勁對手 蘋果日報民調若是賴清德對上韓國瑜 從三個月前 差距12.5個百分點 到最近兩人已經打成平手 而蔡總統對上郭台銘 則是從原本平手 變成落後郭台銘7.2個百分點 任何一個人 一定要乾淨的贏得選舉 不順這個賴前院長的意義 他就把它說為是一種不當的程序 我覺得這是有一點過度的講法 蔡賴交鋒互鬥 22號上午若再沒共識 下午終職會免不了決一死戰 TVB的新聞王國林台銀 台北高雄報導 倒數不到24小時就要終職會了 還是非常的精彩 還是羅生門 沒有錯 而且看到最新的消息 是蔡總統他親自爆料了 因為大家在攻擊賴清德 最多的就是認為說 他沒有誠信 說他三月的時候 曾經講過 他絕對不會選總統 可是這個事情 賴清德一直說 他是個謊言 沒有想到蔡總統 他親自出來解釋 他說 在這個316 只有立委補選之前 我曾經到台南跟賴清德吃飯 吃飯的時候 我曾經跟他講過說 2020這一局 最關鍵的就是你跟我 我們必須要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雖然說沒有像他講的說 他說他不選總統 有誠信的問題 可是這個聽起來是有道德 道義上的問題啊 這就我都已經找你談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選的話 你應該告訴我啊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感覺到好像一個不太尋常的氣氛 雙方一直在擠牙膏嘛 你講一點我講一點 本人元帥本人已經出招了 所以這已經預告明天的中職會 似乎感覺好像有可能沒收初選 或者甚至把這個初選的規矩 都按照蔡振穎的去來配合 所以蔡振穎說現在手機民調要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八十 我們聽錯 或者百分之五十 很像那個討價還價的過程 所以現在大家問說這個民進黨的秘書長 盧文嘉說 這個英德有沒有可能見面 他說兩個人見面 那就是夢中見吧 哇塞 所以大家想說難道這一些跡象 看起來是真的有可能沒有初選了嗎 太賴配時機點真的已經過了 對沒有錯 那這一張照片呢 好多的數字這怎麼一回事 這是賴清德這影方面喔 他們有些人是出來挺賴的 希望蔡總統就不要選了 要退出2020的選舉 但是沒有想到這些人喔 說自稱是青壯世代 可是被人家發現說最年輕的 大家本來以為最年輕64歲啦 沒想到最年輕的是61歲 其他最年長的還有74歲 對大家想說 這樣叫青壯 對就想說奇怪 那我可能是小學生啊 但是人家說也不意外 也是因為他們是青壯 所以賴清德是金孫 然後蔡總統是辣台妹 所以照這個來推 這是嘲諷她的 變妹妹啊 變孫子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得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3點到6點 TVBS56台Live直播